以梦为马,他青春,陶田年少,以阳明,渐气纵横,金风雨,那应,萨爽,傲群雄 大家好,这里是羽毛球蔡佳童 借着陶田退役的机会,从今天开始,本频道将会连续放出陶田贤斗的精细化复盘系列 以及全新栏目《雨中汗刀行》陶田十大名局回顾 前者的节目形式大家都很熟悉,就不赘述了 后者主要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回顾陶田贤斗职业生涯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其中有羽毛球的部分,也有私生活的部分 喜欢陶田的朋友别忘记点个关注 那么回到本期节目,我们今天要解说的是陶田在中国的成名战 2014汤杯对阵国语拼命三郎杜鹏宇的较量 这场比赛在很多中国逃迷心目中恰恰是梦开始的地方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节目 首局满血阶段,双方斗得难分难解 我们直接从关键分大战开始复盘,吃七平 最终,陶反击得手,这是一段堂堂正正的攻防大战 什么是堂堂正正,那就是不拼落点 不提前侧身或者提前启动移动,不冒任何风险 用最稳妥的方式分出胜负 比的就是最纯粹的续航能力 陶的能力毫无疑问是占优的 18平,双方又打出了一样的球路 但杜的能力只能打出下压抢网 而陶的能力可以打出杀上网 这两分,杜大哥在攻防相识端的全面弱势 已经让敏锐的观众觉察到了他的一丝体能短缺 虽在十七平之前斗得难分难解 但也让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比18,陶天强势抽球上网 快速拿取前赏来球 杜高挑很到位 陶有那么一瞬间犹豫,放弃了强攻 最终触发了陶天的bug 对于能力较弱势的杜来说 唯一的输入也许就是输球更到位 尽量给陶天的抓取增加一些阻力 最后这个斜线的质量之高 就连直播解说员都误判了 来到20比19 杜王不错,淘起球有破烂 但杜未能直接抓死 投挺快速后撤 还是没下狠手 杜杀球又没打准 最终逃反控反抢得手 这一分给我的感觉 士渡大哥对自己的进攻陷入了不自信 这种不自信源于陶天防守的扎实 也源于体力和精力的下滑 也源于他本身就不是强攻选手 也源于紧张 总之就是三次机会都没把握住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最终错失了得分 陶天最后这个杀球是带有拼落点意图的 注意看他的挥拍动作加入了细微的滑板 20平 杜开局反向推过顶加拨高 陶反控反抢得手 陶天这一分赢在一个赶字 赶加热量远往转进往 这是技术好 赶底线全力体跳强攻 这是能力强 正所谓有底牌者有底气 有技术有能力 自然就涌自心中起 20比20 开局又半血相持 杜抓扑未遂 桃马上反咬一口 又是远往转进往 杜还是果断高挑 最终触发了陶天的bug 还是同样的情况 在身处弱势 无法以能力攻坚的情况下 杜大哥依旧只能靠意识 意志还有到位 来作为利息的救命稻草 21平 陶天依旧是坚决下压抢往 不久后又是一次 男双级底线强攻 半场平快叫风 陶天速度占优 成功压到了前场 做出甲铺针放 杜这次起球就出界了 23比22 杜紧张过度 封网出界 这是个争议球 杜向裁判表示 陶天这里达到羽毛了 从慢方来看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晃动 可惜裁判坚持原判 23平 陶天还以颜色 最后一分24比23 最终 首局总结 关键分前 双方势均力敌 进入关键分大战 杜大哥颓势出险 但还是咬牙拿下了首胜 进入次局 陶天祭出早期大招 强攻开路 再加上杜大哥的体能越来越高级 尽管他还是想像首局一样咬牙拿下 但最终仍是力不从心 以小分差息败 这个反手过度的质量之低 是绝非他们这个水平该出现的 杜的力竭进入了第二阶段 精力起伏阶段 接下来 强攻开路的陶天 可谓是一砸一个准 7比8 杜也做出了强攻开路的尝试 然而 陶天轻松做出防守反击 慢方细节 陶的补刀非常坚决 宁愿牺牲四分之三的场地空档 也要把球扑下去 补入虎穴 咽得虎姿 机会来了 不带半点犹豫 10比7 双方耐心相持 头顶各攻一拍 陶的球威明显更强 最终得分 16比18 杜抓扑未遂 被动过度斜线 逃抽球封网未遂 双方从远网堕到进网 还是逃战优 强攻得手 一个更常见的剧本 是能力强势的小将 对阵技术精湛的老将 但这场比赛 能力更强的陶田 就连技术都更强 杜大哥很大程度上 已经放弃了常规的斗搓球 而是采用更偏激的抓扑 来抗衡陶田的往前技术 然而 陶田在技术上的优势 还体现在防抓意识强 往往能够及时地介入 假放针挑片过顶 在这一层威慑的加持下 杜的抓回放只好收敛 死效比长 又让陶田的 加质量控网战术 更加顺利 17比20 杜还野颜色 逃护鞭成功 但最终判断失误 虽然杜的强攻熄火了 但胜在连关级级 加压住落点 比分追至18比20 杜多网占忧 但却没有强攻的把握 再次斗网 杜博了一把圆网转进网 怎料给了陶田 进网转进网的机会 加质量转进网也分两种 印尼陶喜欢贴网进网 日本陶喜欢摩擦旋转 从进网程度来看 这球不至于挑不起来 真正让他无法挑起来的原因 恰恰是球头发生了翻滚旋转 强行导致对手没打准 次局让我印象最深的 当属陶田关键分的松弛感 虽然他占了上风 但在自己先输一局 且对手紧咬不放 逐渐缩小分叉的情况下 陶田依旧没有出现 年轻小将常有的手紧失误 在小技术的表现上 延续了一贯的从容自信 这种年少老神的心态 为他日后的年少有为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进入末局 杜的体能彻底衰竭 局面陷入一边倒 头顶强攻变线 控网强攻二连杀 超高难度远往转进网 杜运气死里逃生 漫方细节 陶田嫌斗这家伙有点拖大了 球还没落地 就已经做出了自己必胜的假设 你永远不会知道对手啥时候会中头奖 只有保持警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小插曲过后 比赛又回到了一边倒的局面 都网站忧强攻得分 11比14 肚体能走拽之际 陶田还能发起无休止般的强攻奔袭 还能保持往前的快速拿取 以及小技术动作不变形 说明他在莫局的连续强攻 依旧是在游刃有余的范围内 19岁少年修成金刚进大圆满 属实恐怖如斯 随后又是连续头顶单刀直入 强抓突击还能保证快速连贯 钓鱼转进网 又是干脆利落的强攻收关 比分来到19比12 不转身一刹加快速打转宽 抓抛高二刹加封网 控网强攻三刹得手 这一分有得及森严的味道了 不是杜的跟防不好 而是陶的速度遥遥领先太多 在对手没什么明显破绽的情况下 依旧升至了对手 来到14比20 陶开局还是同样的羊毛打法 都难得反控成功 可惜强攻熄火 无补于事 最终 10年19岁的陶田还处于发育阶段 就已经能够和一众 20几岁当打之年的好手打得难分难解 甚至占据上风 直接跳过了一流阵营下游中游的历练之路 迅速向上游乃至天花板发起了冲击 而他今天的对手杜大哥 也在本次落败后黯然退役 一个人的风神是踩着无数人的陨落 来作为台阶一步步实现的 体育经济的残酷性在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10年前意气风发的陶子又怎能想到10年后的自己 也将会和今天的杜大哥一样 在汤杯结束后黯然退出江湖呢 体育经济就像一个无限轮回的循环 新老交替是更古不变的规律 送给喜欢陶田的观众 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每一个在业求手 我是阿童 接下来继续放送陶田咸斗的精细化护盘系列 和雨中焊刀形系列 想看的记得关注我 那么我们下期见